打麻将时怀疑对方出老千 可以报警抓他吗 哇 这也太离谱了 这是个真事 就前不久 马上一个哥们 因为和别人打麻将输了一万块 这个心里不如出气呀 我最近的手气这么旺 怎么会输呢 肯定是对方出老千了 不行 我要给他那颜色看看 于是就报警了 警察说 有人打麻将出老千 你们得来制止他呀 没一会儿 警察就来了 现场收脚麻将一副 赌资十万 连同他在内的八个人都抓了 行 愣拘留 我没出老千啊 不关我事啊 这哥们儿 一年难尽 他先不说老千 你这个赌博就是违法的 一句《正安光联储法法》第七十条 参与赌博 赌资较大的五日下的拘留 或者五百日下的罚款 强劫严重的 十到十五日的拘留 五百到三千的罚款 问题来了 多少钱算赌资较大呢 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 你像上海 个人赌资在一百以上就算了 河北市两百以上 都小心一点 一开五啊 每次打牌都是一毛一把 打一天都不够十块钱 好 等到天的月亮如水 等到姑娘把口线揉碎